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到细科厨房, 我是细科 祝大家开齋节快乐, Selamat Hari Raya 今集就和大家分享开齋节的味道, 就是这个Rendang Gai 首先我们来看看材料 看来有很多材料, 都是葱,蒜,黄姜 我们开始来切配料 把大红葱或小红葱, 大约切成小块 蒜头也切成小块 姜也切成小块, 有那么小块就切成小块 现在切藍姜 南姜比较硬, 这样切成小块 还有黄姜 把所有材料切成小块就可以了 方便我们待会拿去变成小块, 变成小块就更容易了 香某一样, 切粒狀, 切小块就更好 然后还有青檸檬叶, 或者我们叫做发风金叶 我们把它切开一片片 等下煮它的时候, 它就会发挥它的香味 然后这个就是新鲜窄的黄姜叶, 比较难买到 将它切丝 闻到几档都找不到, 最后闻到这档, 新鲜窄的 好了, 这些就是切完的配料, 等下就要拿去打成泥浆 这些就放在一边, 等下备用 然后把配料放入冰箱里面 加多一点水, 这样就容易打很多 这个冰箱是小的, 我就分开几次来打 好了, 打完了酱汁 我们来看看鸡, 买了很大的糊酥鸡 这个只是鸡翅, 还有这个鸡腿 都这么大 所以我这里的1.1kg, 只是半只鸡 好, 现在我们开中火烧热的油 油放多一点都没问题的, 这样我们炒完之后 就可以倒出来 现在放入酱汁下去炒 一直这样炒, 炒至出香味 放入青鸡腿 放入青鸡腿 我炒了大约10分钟左右, 都差不多开始干了 然后就闻到一层的香料味 吃辣的朋友, 其实可以加多一碗自己打的辣椒酱 我这样就够辣辣 因为这里忘记得开机 所以现在我们就放入鸡腿炒 炒至鸡肉干身为止 不断炒至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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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加适量的水 水分, 看鸡肉和酱汁有多少 然后加上鸡肉和椰糖 然后步骤一样, 我们继续炒鸡肉 炒至酱汁收干, 有我们爱的浓度 就完成了 如果有加辣椒酱的朋友 这里会看到的颜色会比较深红色 我没有加的, 所以就带黄 然后灑上这些黄姜叶 让它有它的香味 最后就是这个炒椰丝 都是这个绿丹基的灵魂 喜欢的也可以再加多一包 然后我们将盐和糖调味 这里一汤匙的盐和糖, 我都没有用完 再炒一下, 炒一下 味道不够, 再加多一点盐和糖 再试一试味道 OK, 这样就完成了 一道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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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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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就很多 的 collisions with six blankets 到這裏可以獲得第一次主論登機的經驗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就給我一個Like Subscribe 還有Share我的頻道 還有按旁邊的鐘仔 Follow我Instagram和Facebook page 記住每逢星期五旁晚8時我就會有新片出的啦 再祝大家開齋節快樂啦 多謝大家收看,下星期再見 掰掰